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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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就是說呢 回顧一下我們上一次所說的 我們有幾點要做進一步的補充 就是說寶玉的這個起悟歷程呢 我們搜尋整部小說的敘事 總共有四次的啟蒙 那每一次的啟蒙有各自不同的重點 包括思想的 包括身體的 那也包括這個思想中的各個價值觀 那我們最後的那兩次呢 分別是有關所謂的愛情跟這個婚姻的觀念 還記得嗎 那我們先回到那個婚姻的部分 因為這是我們上一個單元裡面 最後一次所提到的那個課題 那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要做一些補充 就是說有關婚姻跟愛情衝突的問題 那究竟該怎麼樣去面對去解決 那我相信呢在很多單純的心靈 我們認為呢情感一定就要純粹 而且要非常強烈 因此他必須百分之百 而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彷彿覺得這樣才叫做至情 但真的是這樣嗎 那麼假如在那樣的至情觀底下呢 當他跟所謂的父母之名媒婿之言的婚姻 就一定會造成衝突跟對立對不對 那麼在那個衝突跟對立之下 為了要來堅持自己情感的純粹 往往呢就會以死亡來作為收結 而且因此我們會歌頌 為情而死的這樣的一個激烈的表現 但是這樣的一路的邏輯推論下來呢 是不是背後隱含很多我們不自覺的問題 然後在我們對於愛情的某些這個想像當中 也因此呢不知不覺走入歧途 那我想這裡《紅樓夢》他給我們了一些警示 那透過偶觀 燒紙錢 然後呢告訴這個賈寶玉所謂的吃禮觀 那某個意義來講呢 他從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視野 然後呢達到情與禮的調和 那這個情與禮的調和很特別 他提出了一個 我們大概沒有在別的作品中 看到的一個獨特的名詞 那就叫吃禮 那所以這個吃禮很特別 我們再提醒大家 這個吃字很明顯 我們通常是不是用在對於情感的 陷密跟執著上的對不對 所以叫吃情啊 吃心啊 然後吃傻啊 都是某一種的非理性的 一種這個單逆或者是堅持 但是他竟然把這樣的一個形容詞 去跟一個表面上好像是很客觀 甚至呢客觀到有一種排除人情的 一種冷酷性的那個理智相結合 老實說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高度的 一種矛盾統一喔 那這個矛盾統一究竟如何可能 那我想呢 紅樓夢他透過偶觀燒之前的這一段體悟 告訴我們說 原來內心跟外在的形式 事實上是可以並行不備 那某個意義來講他的重大的一個關鍵在哪裡呢 他告訴我們說 他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定義情的標準 跟這個情的意義的那個權利 事實上應該要回歸到我們的內心 你不應該從外在的形式來判斷 他是不是至情 尤其不應該用生跟死 或者是你跟誰結婚這個問題來決定 你內在有沒有至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體悟喔 所以我們當時呢 來不及請大家把那個偶觀燒值錢 然後呢透過方官所轉述的那一方話 以及他的後續情節做一個完整的說明喔 來請看一下58回 有幾個重要的關鍵詞呢 我們要繼續補充 因為上一次呢只提到那段話裡面的關鍵 但是呢後續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 來所以請各位看一下第58回的最後的部分喔 那麼在方官轉述偶觀所展示的那一番 詩禮的內涵裡面呢 請大家注意一下900 這個12頁開始 我希望你們注意幾件事情喔 第一件事情呢 老實說你會發現呢 他們在於對於真情的追求中 他事實上還是有一個更高的原則 是他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追尋 甚至去遵守 那就是所謂的大道理 還記不記得 好 那麼在這個912頁的最後一行 這個偶觀說這又有個大道理 所以你看喔超越情之上還是一個理字 然後再來呢 請看一下在913頁 第一行開始 他很清楚的說明 你無論外在形勢如何變遷 包括生與死這種重大的人生變化 你其實都還可以僅僅守住一個 不被任何事情所改變的一個 這個穩固的那個根源 那就是只要不把這個死的丟過不提 便是情深益重 就這一點來講 我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你們以為這真的很簡單嗎 那麼歷經很多人事的這個考驗跟這個思索跟體悟 我必須告訴你們 當你面對各式各樣的生活的變化 你的內心還能夠去守住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幻象 而不丟過 不忘掉他 事實上這是比起你呢 孤首一世更要來的艱難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 雖然他下面說 若一位因死的這個不序 那孤首一世防了大劫也不是理 死者反不安 表面上他好像覺得你是在反對這個孤首一世 可是事實上我的體驗 我要給你們做一點參考 就是說孤首一世 其實比起你還續學了 有了新的生活內容了 可是你心裡不把死的丟過不提 事實上比較容易的多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他有外在形式的幫助 你孤首一世的同時呢 你畢竟沒有外在的干擾 你沒有其他分心的對象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就在一世的虛空當中 盡情去擔憑在對已經死去的人的 一個追憶跟這個執著 在追憶當中 那個人的幻象會越來越美 而且會越來越強烈 所以事實上他並不困難 但是如果你已經又再續旋或再取 你有了一個不同的生活要面對 你內心中的那個影子 會不會因此容易淡卻 說實在的這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所以我要來讓你們分享 這個南美一位非常有名的詩人的一句名言 那請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我希望我記得把它貼進來 在這裡 那就是智利的詩人 也非常有名 念魯達 他曾經有一首詩 詩題是今夜我可以寫出 寫出什麼呢 你們看一下 我們螢幕上這兩句話的前兩句其實是 或許我還愛著他 或許我已不再愛他 然後就最後 後面就是接著這兩句重要的體驗 因為愛是這麼短 而遺忘是這麼長 因為人本身 他就是一個很健忘的動物 真的 時間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消死的一個 一個殘酷的一個獨裁的霸主 他很容易讓我們淡忘很多的東西 那麼再深刻的悲哀 再深刻的執著 事實上會在時間當中慢慢消吞 這個本身不一定不好 因為有這個能力 某個意義來講也讓人擁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絕處逢生 我們可以在絕望當中 在死裡可以再逃生 很多時候就是靠著這個遺忘的能力 來幫助我們重新站起來 所以他本身並不一定不好 然而對於愛的堅持來講 這個時間很可能真的 就會使得我們對於一個強度的愛情的支持 的這個信念中 他會是一個殘酷的挑戰 當我們對愛的信念是 我們就是要那麼的強烈 那麼的唯一的時候 那麼時間恐怕就是你要面對的一個 你恐怕沒有多大勝算的敵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偶觀告訴你 不把死的丟過不提 便是情生異重 這兩句話是治理名言 要做到事實上那才是真正的 比起孤首儀式 還要更來的強韌 更要來的不被磨損的一種真情 我希望你們能夠漸漸去體會這一點 那個情是真的已經要融入到你的生命裡面 變成你的一部分 你不必刻意去提到它 可是你永遠記得它 老實說這是對於情最大最大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深刻的體現 那我想我們課堂上簡單先帶到這裡 然後回到我們這一段話來說 那我希望在提到剛剛的 有所謂比情還要更高的某一個原理 因為人不是獨自一個活在世界上 更不會因為你的自我的價值觀 而使得地球的旋轉是圍繞著你為中心 所以人事實上他總是要面對我們跟外界 我們跟他者之間的種種複雜的交涉關係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交涉跟互動過程中 人怎麼樣去達到人與我之間的圓滿跟協調 那並不是你個人的某一種堅持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在這邊請你們看一下 除了大道理之外 他又再度提到所謂的大結 然後還有一個理字 這三個詞反覆的出現 他事實上就是要告訴你說 人畢竟是要活在群體之中 我們對群體事實上 還是有我們相對的義務跟責任 你不要自以為是地球的中心 然後覺得這個世界必須都要順從我的意志 我想這個是人要成長過程當中去中心化 就是去掉自我中心以後 你才能夠更超越的一個境界 所以我想偶觀在這裡 除了在婚戀觀給予保育的一個新的概念之外 他事實上也在幫助保育 從兒童式的自我中心解脫出來 那麼一個成熟的人他不會只看到自己 他會同時看到自我跟別人之間 那一種非常微妙 而又彼此平等彼此必須付出 彼此都具有相對義務的那個層面 這才是真正成熟的人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個保育在下面的那個反應 那真的是一個啟蒙之後 醍醐灌頂的一個強烈的一個回應 所以心中有莫大的共鳴 那這個都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 然而再提醒大家 你們注意一下 保育在這樣的一個啟蒙之後 他事實上就是用同樣的邏輯 再反饋給偶觀 注意一下 啟蒙者是偶觀 但是保育在這個啟蒙之後 他更進一步的告訴偶觀說 是的 你的道理沒有錯 可是你做的還不夠 我反過來來引導你 讓你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吃力 可以有的更高的境界 所以請你們往下看 在那個第三行 913的第三行 下面呢 保育就拉著方官嘱咐他說 你既然是這樣說 這個道理很正確 把一切定義跟價值的根源的一個權利 回歸到你的內心 定義權要由我們的心來決定 這不就是真的是一個 對真情的一個體悟嗎 好 結果他說 我也有一句話要嘱咐他 他說當然因為親自跟他說是不方便啦 所以由這個方官來轉告 那保育就說啦 那番道理是以後斷不可燒紙錢 看到了吧 那你燒紙錢不是也落於形式嗎 如果連生跟死的形式 連外在有沒有旭權再取 都是無足輕重的形式 為什麼你要堅持用燒紙錢的方式 來紀念死者 那你又是落入到你自己 所反對的那種形式主義囉 對不對 所以不可以燒紙錢 那他又提出另外一個道理就說 這個紙錢是後人異端 不是孔子的遺訓 各位注意一下喔 有沒有發現 我們保育在這裡 把誰的這個訓悔當成最高原則 是孔子 事實上各位只要沒有懲戒 你們在《紅樓夢》當中 至少可以看到四個地方 我們保育即使一副呢 一副這個非聖悔儒啊 一副把這個世界的那個 所認定的價值 全部践踏的那一種瘋狂施傻的種種表現 但是即便在那麼極端的狀態底下 他永遠有一個堅持 就是孔夢 孔夢是絕對的一個極端的 那麼至高無上的價值 他是從不挑戰甚至從不反對 這裡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例子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是孔子的遺訓 那麼我們就要遵守 可是紙錢這種東西不是孔子說的 他是後人的異端他是某一種 對於這個某一種道計儀式 跟道計信念的一種低俗化 乃至於落入行跡的那一種庸俗 所以他說我們不要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褻瀆真誠的那個內心 所以你看我們不要稍止錢 一方面他落入形式主義 而形式主義原來就是偶觀的那一套 婚戀觀的一個核心 那麼再加上他博士孔子的遺訓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 寶玉建議他的方式 那更徹底了 那真的是一個唯心論的 就是說完全用你的心 來作為這個真情的一個判斷 他說以後按時或者是逢時按節 那你只要背一個爐 那麼到日隨便焚香 注意喔 注意 義心前成 義心成前 注意一下這個心字跟義不斷的出現 都是回歸到內心的一個反覆的辯證 他說你只要一心成前就可以趕格了 那一般愚人不知 無論神佛死人 一定要分出等力各式各立 殊不知 請注意 殊不知只義成心二字為主 有沒有 成心又再度出現 這個心字簡直就是整段話裡面的重要的關鍵詞 是他的一個價值主軸 然後下面說 因此你只要有一份成心 不要講生根死 我們人生中面對許多的無常 那麼即止蒼黃流離之日 那即使連香都沒有 那麼隨便有土有草 只以捷徑便可為繼 不得不讀死者想記 便是神鬼也來想的 所以你只要那一份心夠虔誠 你就可以趕天動地 你可以這個神鬼同樣的都受到 你那份心的那一個共鳴 所以下面說 你瞧瞧我那岸上 止射一爐不論日期時常焚香 當然他這個香還是落於行跡 所以他說就算蒼黃流離之日 你完全沒有任何外在的條件 可以幫助你來實行 這樣的一個紀念儀式的時候 那麼你只要守住你的心就可以 所以他就說 哎呀 所以在他的遺紅願中 其他人都不知道緣故 為什麼我的岸上有一個香爐 事實上我心裡卻各有所因 有沒有注意到心裡又出現了 然後所以隨便即便有清茶 那你就供一盅茶 有心水你就供一盞水 有鮮花 有鮮果 甚至 甚至 昏耕 心菜 即便是佛教所反對的那些東西 你只要很誠心的 就你現在的現實的限制之下 你所能夠拿到的 那如果你連拿到一份甘草一份泥土 你都不行的話 那也沒關係 你就在你的心裡面 好好的安頓他就夠了 所以只要再注意一下 只要心成意結 你看心跟意是不是又出來了 然後呢 然後便是佛也可以來想 所以說 請注意 只在靜 不在虛名 所以以後快命他不可燒指 所以請注意 只在靜 不在虛名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段話稍微做了一個簡單的表格 他告訴你所謂的心 意 不斷的在這段話中出現 那心跟意的一個標準在哪裡呢 請注意他提到的是成 對不對 提到的是靜 你看 只在靜 不在虛名 對不對 所以靜跟成是你的心 所真的要達到的一個最高目標 除此之外其他的所謂的 你看這個我簡單說一下 這個是就是指內在的 那至於外在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這些形式 那麼這些形式的部分 包括你是不是是燒紙錢 你是不是有一些這個獻祭供奉的那些祭品 那說實在的都不重要 而這些形式我們一路下來 把他所涉及到的那個形式範疇 我們做一個整理 包括生死 這個大概生死就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生死之外無他事 可是連生死這樣的形式 都不至於動搖你內心的那一份沉浸的堅持 這就是情深意重 這就是至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包括生死 包括你有沒有敘懸再婚 就是這個是所謂婚姻的形式 然後當然你還有沒有所謂的供茶 或者是燒香 或者是燒紙 這些東西都只不過更是次要的形式 所以整段話非常清楚 他真的是啟發了寶玉 把他所瞭解到的那一個人最真實 也最本質的那個部分 擴充到原來他沒有涉及到的範圍 那就是婚戀的衝突 那麼當這個婚戀的衝突 以這樣的方式被解決之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 將來 將來寶玉在面對待遇死亡 然後他因為家族的這個壓力或家族的生存需要 而必須要取寶釵的時候 這個這一份啟蒙就發揮了作用 所以我必須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認為寶玉他取寶釵 絕對不像是那個敘書所寫的那樣戲劇化 雖然那個戲劇化 透過悲喜的那個極端的那個對照 而很有戲劇張力 但實際上他恐怕不大符合前面這80回 作者為寶玉的整個思想的成長所做的那個鋪陳 那應該來講就是既然有這份認知 他把他實踐在他的生命中 那將來在人生中遇到倉皇流離 遭遇到無可奈何 那麼你守住你那份心 但是你跟外在的環境 外在的群體 你依然還是可以用這個吃禮來取得協調 所以我們上一次最後所提到的 就是我進一步做了一個定義 那到底什麼叫吃禮 那麼簡單說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請禮兼備 那這個當然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是要透過很多的反覆思考 甚至很多的打擊 然後我們從中醒悟過來的一種心靈境界 所以叫做請禮兼備 但是什麼叫請禮兼備呢 請禮兼備的方式有很多種 才子佳人的那個敘事模式有提出過一種 那這個是被曹雪芹跟知彥仔所批判 那《紅樓夢》提出另外一種 這個請跟禮是同時可以並存的 而彼此並不相妨礙 甚至彼此可以去加強跟促成對方 那麼這個請禮兼備呢 很有意思 我覺得《紅樓夢》裡面呢 他提供了另外一個專有名詞 那個叫做兩禁其道 這個兩字呢就是請跟禮 我們都可以同時兼顧 而且注意窮禁他無限的內涵 所以請在有禮的這個籠罩之下 禮的要求之下 他還是可以去治情 他不一定會被禮所壓制 不一定會被禮所這個抹滅 這個恐怕都是我們一般人 在情禮二元對立觀之下 很容易產生的誤解 但是這真的是誤解 原來情跟禮是可以兩進其道 那麼就這個詞而言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這個出現在哪裡呢 非常有趣 我覺得他完全是出自同一個價值觀 同一個禮錄 而以另外一個情節來印證的 那是在第43回 我們請大家還是翻一下這個小說內容 因為小說敘事畢竟 才是我們一切詮釋的根源 那他所有的描述都最為完整 所以我們請各位翻一下 不過因為這個前後的這個跨越的篇幅比較大 所以我們簡單說 第43回是不是由賈母領頭 大家臭份子來幫鳳姐兒慶生 記得嗎 好 這段你們要回去仔細讀 結果中間有一個人 這個禮錫脫隊不見了 然後讓全家上上下下都很緊張 那個人就是寶玉 你們都還記得吧 他是偷偷出府去做什麼事 他換上個束縛對不對 其實鳳姐慶生你不應該換上束縛啦 所以這個人老實說也有一點背離禮教 但是背離禮教至於 你以為他就是在反對禮教嗎 那你恐怕就是選擇性的閱讀囉 我們仔細看一下 就是他偷偷出府去詩記誰 螢幕都告訴你們了 我本來是要考你們的 因為如果你前面沒有讀到最後 恐怕就會不知道他跑出去幹什麼 他是在詩記金川 金川在第幾回 其實某個意義來講是因為保育 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保育闖禍 後來就投井自盡還記得嗎 那已經是在第20幾回 所以你看一直到第43回 他心裡面還記得他的 而且在這麼樣重要的日子 因為這一天也是金川的生日 所以還是祭日 所以他去祭到他 所以生與死的那個並列跟互相滲透 這也是紅龍夢敘事裡面 你常常可以看到的一種手法 所以在歡樂中你會看到蕭條 然後你在這個生的歡愉當中 看到死的那種悲哀 然後互相辯證發展交織為一 這是紅龍夢幾乎是片極全書的 一種常見的筆法 好啦 那麼在這件事情上面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偷偷跑出去 你們要注意這種世家大族的公子 莫名其妙不見了 那真的是會鬧得天翻地覆 我們絕對不要用我們這一種 四口之家三房兩廳的格局 去思考紅龍夢 真的我們大多數人就是常常 因為不明白什麼叫王府的生活 所以你總是就用自己的經驗去理解 可是常常就出錯 我先舉個例子 實在忍不住要說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說是寶釵在 滴翠亭揚飛鋪彩蝶的那一段 偷聽到小紅的私密的那一個 也可以說是違背禮教的一個情勢 然後是不是就假裝有一個什麼 金蟬脫殼之計還記得嗎 幾乎所有的 幾乎所有百分之九十六千 999的讀者跟研究者 都認為那一段呢 是寶釵在嫁禍待遇對不對 我想我們在場有很多同學 大概也很容易這樣想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們 這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你是在用我們現代人 雖然難免還是有隱形的階級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法律 或者是在我們的道德 跟我們的觀念上是不是人人平等 對不對 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觀念底下成長 所以我們也不自覺的 也用這樣的觀念去衡量那個家庭生活當中的 這種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可是在王府生活裡面 事實上這根本不可能構成嫁禍 因為無禍可言 那所以寶釵在這裡也完全沒有道德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以後我們等到那個人物專論的時候 我再舉很多的例子 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好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我們寶玉就這樣偷偷跑掉了 你們要注意啊 沒有多久全家發現他不見了 就真的是雞飛狗跳 那像我們不見了兩天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發現 我不曉得 那因為我們現在個人主義嘛 每個人關起門來就自成天地對不對 那你們不要有何況你們還有手機對不對 弄個簡訊啊什麼的 人家還知道你活在世上 那像我們這種沒有手機的人 我都不知道說哪一天我不見了 也許我先生會發現 他很快會發現 但是他可能找不到我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們的世界跟《紅樓夢》 《紅樓夢》真的是唯一一部 寫貴族的小說 我們要很努力的去逼近到那個世界 然後去理解他們是以什麼樣子的觀念在生活 你才能真正比較能夠做出判斷來 不然的話我們常常都是在以金綠骨 就是用我們今天的觀念法則 然後去衡量那個時代 這是會容易出問題的 好啦 總而言之 我們請大家就翻到哪裡呢 就是667頁好不好 從這裡開始 好 我們中間就看到說 保玉在這個全家熱熱鬧鬧 連賈母都出面 來幫這個鳳姐慶生 那該何等的這個宣田 結果他就因為內心有間私事 就嘱咐了名焉 然後就跑了 好啦 一路上我們就不仔細說明了 請各位你們自己一定要詳細的讀 因為真的不要放過任何一句話 不然我們會錯過很多的線索 那668頁這邊來請各位看一下 保玉他又是 我們人都是如此 所以會先在那個形式上盡量做到 最尊敬 最虔誠的一種表示 所以我們求婚的時候 要什麼101朵玫瑰花啦 然後我們要什麼用一顆鑽石 男生還要下跪啦 這個其實都是落於形式主義 對不對 可是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保玉一開始 他還是要焚香 那但是他是偷偷跑出來的 其實選的地點也不好 所以他找不到這些東西 然後明焉就提醒他說 你小荷包裡面常常都帶有扇香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就是退而求其次 我們的舊變來用 保玉想想也有道理 我天生用的是不是更代表我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這個不錯 然而請各位看一下 他們跑到的地方是叫做水仙庵 然後他事實上對這個水仙庵 但是本身並無好感 但是如今因為現實條件的限制 我們還是將就使用 所以注意到最後還是要回歸內心 然後下面你們就自己讀好了啦 總而言之我們來看重點在669頁 那我們明焉呢 當然雖然不知道保玉是記到的是誰 但是他非常了解保玉對不對 所以他還代替保玉呢 這個說了一番對這個英魂的鑄導 這個是在請看第二段 明焉站過一旁這一段 好這一段的倒數第二行 他就說這個英魂啊 你在陰間就保佑二爺 來生也變個女孩兒 和你們一處相伴 再不可又脫生著虛眉著霧了 那說壁又磕幾個頭才爬起來 有沒有發現 簡直是保玉的知己 跟他的代言人 所以保玉聽他沒說完 就撐不住笑了就踢他 對不對 這對祖仆真的是很可愛 好 可是我們的明焉 當然他還要兼顧現實 你注意啊 你一個人就把這個人中龍鳳 偷偷地陪伴跑出去 回到家裡面來 首先要追究的是不是就是你失職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就做這種私下 然後完全沒有禀告的事情呢 所以他也必須為他的安全設想 所以你看他下面就做了一個 對保玉做了一些說服 你不要再這樣單逆下去 他講了一番道理 這番道理很重要 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這個他先勸這個保玉 要勉強吃些東西 因為不可以餓壞身子 這個在王府家何等尊貴之區 不可以受到閃失 所以他就勸他要吃點東西 然後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明爺就說還有一件事情 倒數第三行 咱們來了還有人不放心 若沒有人不放心 我們晚了進城那又有何法 對不對 可是若有人不放心 那二爺你須得進城回家去才是 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 注意喔注意喔 第二你的禮也禁了 你已經出來了 已經禁過禮了 不過如此 就是家去了 就你雖然禁了禮 你為那個陰魂來表現出你那種 一心這個前進一心感到的那份心意 那你禁完了禮 那你隨後回家去 雖然還是繼續看戲吃酒 可是這也不表示你有意 因為原不過是陪著父母進孝道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回去喝酒唱戲 好像我就對不起那個我誠心感到的對象 老實說這真的恐怕不一定相衝突 所以下面繼續說 二爺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太玄心 那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句話似曾相識 如果你不回去 那就算你真誠感到的那個陰魂 他事實上也在地底下不能夠安心 跟剛剛哪一段話覺得似曾相識 你們讀過的東西這麼快就忘掉他 不就是偶觀說的那番話嗎 偶觀不是說 不是說你如果一味因死的不懈 孤首一世防了大劫也不是你怎麼樣 死者反不安了 不是完全如出一策嗎 所以你會發現這段話簡直就是偶觀勢 之前的那麼可以說是他的前導 然後慢慢就擴及到這個婚戀的這個範疇 所以請各位繼續往下看670頁 寶玉聽了這個名言的話 他當然知道說你就怕你一個人跟著我出來 然後回家之後你就會擔不適 就會受到責罰 所以拿這個大題目來勸我 有沒有注意到大題目又出現了 這個大題目跟剛剛偶觀的那番話 裡面的哪些詞又是同意互詞 互證 同意互證的幾乎是同意語 是不是就是大劫有沒有 所謂的理或者是什麼大道理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寶玉也知道 還有在情之上的一個道理 所以他說你用這個大道理來勸我 可是寶玉接不接受這個說法呢 他完全接受 重要在下面這幾句 他說我才來了 那我為什麼會私自出福來到這個水仙庵 不過也是為敬個禮 那接下來如果再去吃酒看戲 我並沒有說我一日就不進城 就是我這個意思是說我又沒有說 我就為了這個情的執著 所以我就完全枉顧 家族倫理於不顧 所以我沒有一日不進城 我只是來敬個心 然後我就要回去 所以我現在這已經完了心願 那趕著進城 請注意下面這兩句話 讓大家放心 起步兩進其道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以注意到 非常明顯 那這段話我覺得跟偶觀燒指前 以及他在這跟地觀 或者是蕊觀之間的三角關係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道理完全一致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這裡的兩進其道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對內在的情 我們可以用虔誠來這個堅持 但是它並不妨礙我們在現實世界裡面的 那個人倫體系當中的安頓 那所以這邊的兩進其道 就是要提醒大家 原來這就是這個所謂吃禮的一個真正的內涵 情跟禮是可以兼備的 那麼兩方都可以同時去好好的實踐 而不偏廢一方 然後這麼一來人生其實是更為圓滿 那當然人生不是只有婚姻跟愛情的這個範疇 雖然它很重要 所以兩進其道在《紅樓夢》裡面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更擴充在我們這個重重牽絕 許許多多的為難的這個生活網絡裡 兩進其道可以擴大為各進其道 那麼這就是請各位往這個 還有一個各進其道 來 請各位看一下是在第 已經是在第 又再往前面跑 是在第47回 請看一下第47回 那這個第47回很有趣 因為有幾個小地方我們要提醒大家 所以請大家還是翻到723頁 723頁 那就是平宗不定的柳香蓮終於又冒出來了 然後跟這個寶玉之間就很開心 好朋友相見嘛 水乳交融 然後他們在談話當中 念起舊人 那個舊人就是很早就死去的那個秦忠 所以各位請看723頁 第二段 那寶玉呢就拉了柳香蓮 到這個聽測小書房坐下 然後問他這幾日呢 因為柳香蓮就是在外面比較自由行動 然後就問他說這幾日有沒有到秦忠的墳上 因為柳香蓮 柳香蓮當然就回答說怎麼會不去呢 我們就發現說今年夏天雨水比較多 所以他的墳呢因為是泥土所造 所以很容易就被水滑動 所以怕他的墳站不住 那我背著眾人走去瞧了一瞧 果然那個墳動了一動 所以回來就弄了幾百錢 然後再把他的墳做一個翻修 跟這個收拾 那寶玉就趕開囉 請注意 他說怪到呢 上個月我們大觀園你的 石子裡面結了蓮蓬 他就摘了十個 那叫冥淵出去到墳上供他 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你真的只要有誠心 任何東西他都是最好的禮物 然後結果回來他就問這個冥淵說 那個群眾的墳有沒有被衝壞 他說不但沒有還更新了一些 我想很奇怪 這個不是我們總共就這幾個朋友嘛 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幫忙他做一個重新的修竹 請注意下面的話 寶玉說 寶玉說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 一點而做不得主 行動就有人知道 你們知道什麼叫行動 不是今天的那個action的那個行動 這個行動是動輒動不動 所以動不動就有人知道 所以要注意喔 這一種大戶人家的那些組織輩們 事實上真的很可憐 他們完全沒有行動自由 所以你看連寶玉是個男孩子 男孩子是不是還可以往外面跑一下 對不對 但是只要被發現 大概就會受到脹折 所以他們要出門一定要先禀告 那麼要得到長輩的同意 他們才可以出門 所以這種規範之言格 不是我們今天所能想像 你們今天可能過了12點再回家 頂多父母唸你兩句 你說不定還會頂嘴對不對 那賈寶玉完全不是如此 所以一定要注意 他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跟規範當中存在的 不然你對他的很多做法 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所以你看他說 我真的一點都做不都做 完全沒有自由 那麼所以做任何事情 行動就有人知道 那不是這個藍 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 所以他只能開口 他是不能有動作的 你們知道嗎 所以他說雖然有錢 又不優勃使 所以他完全沒有任何自主權的 所以各位同學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醒你們 這一段話的原因是在於 請你們注意 男生在傳統的世界裡面 相對已經擁有比較高的自由了 但是在這種王府世家裡面 他已經是簡直到了一個 不由自主的地步 你們認為在這種王府中的大家歸秀 情況是不是更加的這個嚴重 對不對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 所以寶玉只要有一點做法 不是這個藍就是那個勸 所以你們真的認為 大家歸秀小姐 他真的很容易可以去戴月西鄉 然後就跟某一個一眼看上的男人 然後就互相傳施 然後就可以互相互通還取 你們真的覺得這是可能的嗎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紅龍夢》他事實上非常反對 牡丹庭 西鄉記 財子佳人這類小說 因為他覺得他們簡直是在架空思考 根本就違背現實世界 這種上流社會的一個生活的真相 這個是請你們一定要注意 好啦 所以柳香蓮當然聽了這個寶玉的感慨 他也安慰他 他說這個事你也不用操心 外面有我 因為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 那你就只要照你的條件去努力 這樣就夠了 所以你看喔 請看下面 他對寶玉說 你只要心裡有了就是 有沒有注意到又回到了心 你心裡面有這個真誠的心意 這就夠了 能不能做那並不重要 因為那又是外在的形式 所以下面說 你知道我一貧如洗 家裡是沒得機具 重有幾個錢隨手就花光的 所以你看一個有錢一個沒有自由 可是沒有關係 每個人照他的方式 照他在限制底下所能發揮的 然後去努力 所以他說來請看一下倒數第四行 柳香蓮就說 所以這個事不過是各進其道 所以你看兩進其道更加擴充 涉及到我們在人群社會裡面的方方面面 這個時候一樣的道理 你都可以在自己的心的主宰之下 然後在現實限制當中 努力去把這個心意發揮跟實踐 他說這個就叫各進其道 所以當你沒有行動自由 不能付諸實踐的時候不必懊惱 當你沒有錢 可是你可以用你的實際的行動去付出 大家都一樣的可貴 所以重要就是只要有了這個心就可以 所以我想就這個道理來講 我們一路把這個看法 從《紅樓夢》中的相關文本 來做一個統合 我相信你們可能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所謂情理對立的觀念 是否真的是《紅樓夢》的價值觀 我想我們很容易用我們本來的信念去理解 因為這本來就是人類在認知跟學習過程當中 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假設我們要真的認識對象的話 所謂的學習就是要超越自我的局限 我們要去認識跟我們原來所想所知不一樣的 那這樣子人才會真正擴大跟成長 所以我下面必須要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事實上把這個吃裡觀 隨後做了一個實踐 但是因為現代人的價值觀 反而被誤解被扭曲的一個情節 那就是習人後來的駕蒋玉涵 那就這件事情來講 我認為簡直就是吃裡觀的一個絕佳體現 那麼各位請看一下 我們這段話其實已經講過兩次了 我們再提醒一下 芝批已經告訴我們說 那麼習人出嫁之後 那麼他是不是留下了誰 繼續照顧寶玉跟寶釵 是不是涉月 所以涉月是習人的分身 因此寶玉聽了這一番勸告之後 那麼以至於習人怎麼樣 雖去時未去也 對不對 所以習人的心意透過涉月 是永遠留在寶玉身邊 雖然他在現實的限制底下 他必須那麼要令駕 然而這並不違背他的心的純潔 跟他對寶玉的志情 所以我們實在說來 假如我們不了解整個《紅龍夢》裡面的 這種兩境其道 各境其道的情理兼背觀的話 你就很容易又在一個情理對立的 那一種簡化的架構裡面 又去批評這個習人不夠純情 不夠忠貞 我想這恐怕都是不符合 《紅龍夢》的原意的 那麼事實上芝批已經告訴我們說 他對習人的評論完全都是正面的 都是感慨讚嘆他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今天的讀者 反而有完全不同的那個詮釋方向 那我思考了很多年 我想恐怕就是因為 我們很不自覺的 就用我們現代人的觀點去看 那這麼一來對於這個對象 我們恐怕就只是抓到一個錯誤的幻影 那這個是提醒大家 事實上我們仍要努力的 真的就是超越出自我 所以就此而言當然人會有他的限制 可是我們要有這個自覺 努力去突破自我 好啦 所以就這個知理觀的進一步說明之後 我們暫時先就此打住 回到我們原先的這個單元 就是寶玉的這個啟蒙跟啟物的過程 那把這個專題 我們最後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是說這四次的啟蒙經驗當中 我看到你們有同學的那個啟末考卷 寫得不錯 他就說呢 他就發現說這四次的啟蒙導師 有沒有發現在性別上 事實上是共通的 就是這四次的啟蒙 教導寶玉跟他原來想法完全不一樣 可是給了他新的成長的那些老師 他們性別上都有同一歸屬 來第一個性啟蒙是誰 是應該叫兼玉不能講秦可卿 他不是秦可卿 他是可卿但是實際上主要是兼玉 那他是女性 那第二次的那個啟蒙是不是寶釵 一個出世思想的啟蒙 寶釵這一個人 因此這一段情節呢 我當時趕太快 所以就把他跳過去 可是我想要在這邊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你們還記不記得 結果當這個連寶玉都誤會他望聞生意 以為那一段什麼魯智深醉鬧五台山 從醉鬧來講就覺得是一場熱鬧戲 有沒有 那個熱鬧其實是一個貶詞 就是說只會這個訴諸聲色 沒有內涵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但是呢寶釵才在寶玉的這個央求 再次的央求之下告訴他說 如果說這一齣戲熱鬧呢 那你就不算知戲對不對 然後告訴他裡面有一個寄生草 如何如何對不對 還記得嗎 你們知道這段情節有什麼含義 我也是讀了《紅樓夢》數十次 那段情節我們簡直熟得再熟不過了 但是體會到那一點竟然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對文本的熟悉事實上是真的還不夠 那只是一個最起碼的基礎跟條件 很多東西是你要反覆不但熟悉 而且要思考 然後你才會發現說原來如此 我覺得那段情節給我一個很新的衝擊 就是說寶釵這個人的人格層次 真是豐厚而且深刻 怎麼說呢 你想想看他一開始一直到後來 這個念那段寄生草給寶玉之前 有沒有注意到他事實上都在大家的誤會當中 有沒有 他首先是不是要訴諸甲母的喜好 所以讓老年人嘛 老年人其實很怕淒涼很怕孤獨的 所以他喜歡熱鬧喜歡兒孫環繞 然後聽戲也是要熱鬧戲 表面上他都在投這個長輩之所好 然後就被這個寶玉誤會 哼只好聽這些戲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他在人家的誤會當中 他是不是自得其樂 他事實上知道這齣戲不只是熱鬧而已 內在有很深沉的幻滅美學 那就是寄生草還記得嗎 所以若非寶玉一戰央告 他也不會去跟他說 這確實有多好多好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人物 來試著思考一下 當他在別人的無知甚至誤會 飽受一種負面的這一種觀感之下 這個人是不是還能夠 所謂的人不知而不孕 這是倫語裡面的話 下面一句是什麼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他是真正的君子 君子就是說當你誤會我 當你不理解我的時候 我依然可以淡定宜然 我依然不因此而有得失起伏之心 因為他真正知道自己的價值 跟自己所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他不需要去求告 不需要去辯解 不需要去改變別人 因為他自己內在是無比的充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物真的是君子 我覺得他絕對不是偽君子 紅樓夢在非常多的地方 都反覆在強調這一點 何況注意在熱鬧當中看到虛無 這也是一個誤導者的秉賦 有沒有 這我們上次有講過 所以你們可想而知 這個人太有意思了 他很深沉 他能夠領略跟他現在所遵行 所徹底實踐的價值觀 不一樣的價值 你不覺得這個人 還更有這個民主風度嗎 對不對 他自己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儒家信徒 可是他可以去欣賞 跟儒家所不一樣的那一種 所謂的佛道的幻滅的那一種義趣 所以這個人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我們恐怕在很多的情節上 停留的時間不夠 在那些情節上反覆沉思的不夠 那麼甚至於我們自己的人生體驗 跟對於人性的理解也不夠 所以對紅樓夢中很多的情節跟人物的判斷 就會失之於表面 甚至失之於錯誤 那這個是我很希望你們要知道的 這是第二次的啟蒙導師是寶釵 所以他絕對有資格來擔任這個思想啟蒙者的角色 那麼第三次的啟蒙者是誰呢 林冠對不對 所謂的情緣糞定 然後第四次就是偶關 有沒有發現這些人都是女性 所以我覺得那位同學確實注意到這一點 滿有意思的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女性說不定在真實世界裡面 也許是受到歷史環境的這個刺激 他們必須要更懂得生存之道 或怎麼樣之類的不知道 他們恐怕比寶玉這樣的一個天之交子 他認識的更深 對這個現實世界之外的道理 他們說不定更能夠更早的去碰觸 雖然他們終究沒有徹底的誤導 但是在於對於人情勢力的體驗上 他們說不定走得更前面 也走得更早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點 可是反過來說 《紅樓夢》絕對不是這麼的單一 我們可以看到很有趣 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這些女性們比寶玉走得更前面 而且走得更早 走得更高 但是他們終究沒有到達終極的 一個所謂誤導的境界 而最後誤導的都是誰 都是男性 從這個曾世穎 然後你可以看到賈寶玉是墊底的 那麼所以由這一個安排來說 我發現《紅樓夢》 他還是有一個性別意識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單元 小單元就提到說 真的 你會發現 這真的所謂的一個人的成長 作為他的敘事主軸的這些敘事 我們叫做成長小說 這個成長小說很有意思 這個概念是來自於德文 來自於歐洲 來自後來延伸到美國 所以西方的這個成長小說 當然就會有一個發展史 那裡面會涉及到 各式各樣的一個成長的內涵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 跟歐美的這個成長小說的 一個共同色色相通 《紅樓夢》也一樣 就是這些成長小說的主角 絕大多數都是男性 沒有屬於女性的成長小說 真的 那所以這就很有趣了 所以你們想想看 你們從小讀的那個 已經被當作童話了 就是湯姆利賢記有沒有 那主角是不是也是小男孩 所以講小男孩成為男人的 這個過程的故事 叫做成長小說 可是從來很少很少 去寫女孩成長的過程 那這是為什麼呢 很明顯 真的 恐怕對於我們中西文明來講 這個性別意識已經有很長久的 一個這個已經變成潛意識的 那麼影響到我們 對於不同性別的那個概念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你們做一道補充 就是說我認為《紅樓夢》 可能跟西方的這個 對女性的認知是一樣的 這邊螢幕上沒有 我用簡單的說法 就是透過美國漢學家的研究 他們發現我們中國文化 在儒家的引導之下 那麼五經當然是變成重要的經典 那麼以這個經典的五經 來作為研究考察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結果 那就是很有趣 他們把女人注意一下 我簡單說 他們不把女人看作是人 這個有點極端 不過他的意思不是批評 他只是在說一個概念 就是說女人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不是一個人 他基本上在五經裡面 女人會被提到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身分被提到 比如哪些身分呢 你們都猜得到 都是附屬性的身分 就是他被視為什麼 妻子 視為母親 視為女兒 注意到了嗎 所以 所以 從整個考察的結果而言 他們發現 女人以這樣三個角色被提到 換句話說 他們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們是依附性的 而這些依附性的角色 那麼使得女人呢 只被視為是某一種完美的生命循環中的 各個身分跟階段而已 他們自己本身並不成為一個單獨的個體 所以可以有一個所謂的獨自成長的軌跡 所以基本上來說 女人因此不被視為是一個人 那既然如此就談不上成長 那我後來應該說之前 讀到過一本法國人所研究的那個古羅馬 古羅馬的兒童 那個羅馬時期當然跟清陶的中國不一樣 又有中西之別又有古今之別 然而在性別意識上面竟然很高度的 有驚人的巧合 就是說他研究那個古羅馬的兒童 因為兒童就是一個 我們成就為一個成人之前的那種不成熟的階段 然後他就考察這個過程中發現 他們發現真的 他們在涉及到一個成長 或者是教育的問題的時候 針對的都是男孩子 那麼女孩子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對他們來講 女人這個存在很特別 就是他生命中沒有所謂的成長階段 不像男孩子 男孩子有所謂的成年禮對不對 有各式各樣身分的變化 標誌著他們不同的那個進階 但女人沒有 女人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結婚 結婚之前是女兒 結婚之後你就變成了媳婦妻子跟母親 就基本上對女人來講 就只有一個這麼簡單的一個過渡儀式 所以他有一句話非常有意思 他說女人不在年齡中生活 換句話說年齡的變化 對女人來講差異不大 因為沒有什麼成長可言 他一生中就是分成這兩個階段而已 不過像男人 年齡對他們來講有很大的差別 比如說15歲是怎麼樣 20歲是不是弱冠 然後30就要兒立有沒有 40就要不獲 真的嗎 然後50呢就要如何如何 對男性這都是男性隨著年齡的增長 而不斷成熟跟變化的標誌 可是在女人身上看不到 所以女人不在年齡中生活 而也因此他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成長敘事可言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起悟故事 或者是啟蒙的對象 常常都是以男性為目標 那因此我想就是把我們這個小單元做一個總結 那就是你會發現 紅龍夢的性別意識事實上真的絕不單一 他絕對不是一個我們現代人所認為的 一個女權主義 女性主義的一個宋歌 相反的他內在糾結很多既傳統 而又其實很封建的一些價值觀 那麼這樣的一個互相交鋒 甚至互相牽扯的狀況 那是要靠我們現在的努力把它爬梳出來 而不能想當然而的 那麼以一個單一的概念去認知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單元 透過賈寶玉我們牽引出來有幾個面向 想要跟大家分享 黛玉的風箏是什麼造型 是美人造型 所以你們會以為那不是寶玉嗎 對啊 寶玉的講得很明確啊 那段是要來烘托寶玉的那一種 對女性的那個溫柔體貼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但是呢 但是來請你們翻一下好不好 我們把那個這個題目還是做一個交代 不然我看你們有很多人是抱著疑惑 如果中期醫生那也太可憐了 會說中期醫生嗎 好 我們現在講話都越來越誇張對不對 好 來 各位請你們看一下是在 來 就是1098頁 好 1098頁第二行 就是第70回啦 你們如果用的是別的版本的同學 你就找第70回已經都在最後面了啦 總而言之第二行你看 剛剛他們在做這個柳遜詞 是不是就被窗外的醫生巨響給這個驚嚇到 所以知道說原來是有斷了線的風箏 然後墜落在他們的院子外 那大家就觸動了那一種遊戲 所以大家就想來放這個風箏 請看一下 這里小丫頭們聽見放風箏 巴不得七手八腳都忙著拿出個美人風箏來 這個是首先的第一個美人風箏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所謂這里小丫頭們的這里是哪裡 他們到底在哪裡做柳遜詞啊 你們如果不把這些地點搞清楚 你就會有很多地方就判斷不出來了 這里到底是哪裡 這里就是他們正在做柳遜詞的地方 那他們在哪裡做柳遜詞 應該說田柳遜詞啦 專有名詞是田 所以你們讀書 我們讀書真的很不容易注意到這麼細了 所以做研究跟一般的讀者真的是不一樣的 好 告訴你們他們是在蕭襄館 那就是因為史湘芸是不是先填了一卻那個 《如夢令》有沒有 他自己很得意 是不是就跑來找林黛玉 這個是在1095頁 那所以他們兩個就聊起天來說 以前我們這個社也好久都沒有做啦 那以前是作詩現在改成填詞 換一個新樣子新花樣也滿有趣的 那林黛玉就也因此 就兩個人就有了這樣一個共識 然後就找大家來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事實上這裡就是蕭襄館 那這裡的小丫頭們拿出來的風箏 當然是林黛玉的嘛 這樣知道了吧 好 那所以要提醒你們 那這些風箏當然都有象徵意義啦 那林黛玉跟寶玉是不是同樣的造型 那當然就表示說他們是知己又是情人的關係 所以互相對應 這也是無庸置疑 可是呢 可是我們乾脆就做一個完整的交代好了啦 那麼探春的是所謂的 卵四字大鳳凰有沒有 這個在清朝當時 這個都是很名貴很精緻的一種鳳凰 那他的象徵意義我們是不是上學期講過 對不對 好 就不用多說 那至於其他的呢 我們簡單說一下 就是請看一下 誰放的風箏 那這個風箏造型就是跟這個人物的人格 特質跟他的命運是關聯的 所以我要考你們 那秦文的風箏應該算什麼 事實上這不是他的 但是他就製作主張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驕重有特權的大丫頭 那寶玉都還沒放過的 他想放的就把他放走了 然後這所以也沒有任何責罰 所以你們知道秦文真的很難得的是在一個 飽受寬容甚至縱容的環境底下當丫頭 這簡直是很難得的際遇對不對 那公有可以做到這種比主子還要來的自在 那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這個是寶玉的永遠才有可能發生 所以你們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覺得曹雪芹他事實上不是在送揚任何價值觀 他是在告訴你 這一種性格必須在怎樣的天賦 跟怎樣的後天環境底下去共同塑造出來 所以我們要認識的是形成人性 而且是這麼多樣的各式各樣不同的人性的 這麼多複雜的原因 我覺得他是在告訴我們這樣的東西 所以秦文可以心比天高 秦文可以這樣子的焦重任性 可以去展現什麼絲扇子座千金一笑 這個都要有環境的因素才能夠產生 所以這個跟他欣不欣賞 或者是認不認為這是人性的理想境界 恐怕是兩回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先釐清的 好啦 那這裡秦文他就把哪一種造型的風箏給放走啦 是不是大魚對不對 那這個大魚我目前還沒有想清楚 所以我先不要講 那至於某一個風箏轉送給了賈瑞 那個就是跟賈瑞的人格或命運有關 那是什麼造型 是螃蟹 對不起 不是假的 賈瑞 這兩個人反正也滿像的 對不起 我實在是對他們沒有好印象 你看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普通的讀者 知道嗎 普通的讀者就是用好物啊 用自己的韌性去理解 這要分清楚 我現在講的是那個doxa 好 總而言之那賈瑞是螃蟹 可是你們知道螃蟹有什麼樣的象徵意義 這非常明確 紅樓夢在另外一個地方就給你了一個絕佳 而且是非常標準的一個參照系 在第37回他們不是做了這個菊花詩之後 他們就是來歌詠什麼螃蟹啊 對不對 那請你們看一下在第 其實應該是38回了啦 延續到第38回 做完了12首的菊花詩之後 來請看589頁 別的版本的同學就請你們看一下 是在38回的最後面 好 那就地取材 眼前現成的情景 然後呢 這大概是永巫詩很常見的一種創作的一種常態 好 然後呢請你們看一下 在這個螃蟹有裡面呢 尤其是最後一首 應該說就是薛寶釵所寫的 來 請你們看一下是590頁 好 590頁 那這邊呢 對螃蟹極盡嘲諷跟這個績笑之能事 尤其是第三句 第四句 來 眼前道路無經緯 因為皮里春秋空黑黃 這個就是在說明這個螃蟹怎麼樣 横行霸道啦 不走正途啦 然後呢往往有如簡記強盜一般 然後為所欲為 這個當然都是對這個品性的一種投射 另外所謂的皮里春秋 它是這個藉由那個蟹黃有沒有 蟹黃它是藏在肚子裡的 那個叫有膏狀的那個蟹黃 可是一般那個螃蟹它外貌是比較灰黑色的 那於是它透過它這個生理結構 又是做一個人格的那個投射 把它做一個比喻化的說明 什麼叫皮里春秋 請你們注意這個皮里春秋是 我們將來還會遇到的一個重要的成語 因為它跟薛把才有一點關係 但是要注意一個成語的運用 你必須要看它的使用脈絡 不能夠一概而論 我先忍不住還是講一些重點 其他的例子的重點來告訴你們 真的 不要遭到一個語詞 然後你就用一般的那個常理去詮釋它 任何一個語詞在使用者的脈絡底下 因應這個使用者的意圖跟他的性格 跟他所要達到的一個意念 他會有不一樣的意義 那如果你強行一概而論 那真的會出現詮釋上面的 非常嚴重的暴力行為 我們把它叫做詮釋暴力 例如什麼呢 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你們都知道在李白的清平吊詞裡面 他用誰來比你眼前明花倾國兩相歡的楊玉環 是不是用那個趙飛燕 有沒有 所謂的那個借問漢宮誰得事 可憐飛燕以新莊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比喻 就歷來引起很多對這首詩的 一個研究者的這一種一種揣測 那很多人都認定說 這個就是在諷刺楊貴妃 因為趙飛燕是歷史上 當然是有名的明美人 這毫無問題 可是他在歷史上面 也是聲名狼藉的一個好色的女人 他非常的淫爛 真的淫爛到簡直不可思議的地步 在此我們就不用多說 雖然我知道你們可能很喜歡聽這個八卦 但是這個我們就不說 他真的是以淫爛聞名 那雖然貴為皇后 可是簡直對男人是肥瘦不挑你知道嗎 真的是盡是入目之兵 這真的匪夷所思 可是問題就是說 構成這個女性的特色 有很多不同的重點 這個好色淫爛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你能夠因為他有這個特色 你就直接把他移用到李白 對於趙飛燕與楊貴妃的類比上面的一個意圖嗎 當然不行啊 你想想看 李白是在什麼樣的背景底下 什麼樣的環境底下去創作清平吊詞的 唐玄宗就在旁邊 你知道嗎 唐玄宗是皇帝 皇帝比老師的權力大一億倍吧 老師頂多只能把你們當掉 可是被當掉是不是就氣死了對不對 還可以在背後罵人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得罪皇帝會有什麼下場 身手易處 一條命對你來講無比珍貴 對皇帝來講不算什麼 你要注意 所以半君如半虎 你認為李白會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去諷刺他心愛的女人嗎 李白會這麼無知嗎 不會吧 李白是很單純啦 可是大概不會無知 所以他用楊貴妃 跟這個歷史上的招飛顏來類比 顯然重點不在這裡 而且他也知道 當他做這個類比的時候 玄宗不會誤會了解嗎 不然你這個真的是在自取其貨 那個密一條很重要的 沒有誰會拿這個來開玩笑的 而唐玄宗的那個文藝素養是非常高的 你如果藉由這個類比有任何諷刺的意味 你認為他會看不出來嗎 所以你不要把別人都看得很笨 所以不可能的 那所以這麼一來 我們就得要重新去考察說 那為什麼李白要用趙飛燕來比你楊玉環 其中事實上是有些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沒有任何人有這個資格 去跟楊貴妃相比 那原因在哪裡 這個當然我們施選課才能上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好了 所以我們就此我們用《紅樓夢》來做一個印證 《紅樓夢》非常明顯 他也用趙飛燕來類比誰 你們回答不出來 當然是林黛玉啊 對啊 就在第27回的回幕就很明顯嘛 滴翠亭 揚飛 鋪彩蝶 然後呢 蠻香種 飛燕 氣殘紅 那前面回幕的上一句是用楊貴妃來類比誰 薛寶猜嘛 那用趙飛燕來類比林黛玉嘛 那你可不可以斷章取義的說 所以曹雪芹就是在諷刺楊貴妃 不行喔 我剛剛的意思就是要告訴你們說 這個作家他怎麼樣運用這個典故 他會有他的考慮 那你不能夠直接移用 然後就因此變成一種詮釋的暴力 同樣的道理嘛 我們曹雪芹用林黛玉去跟趙飛燕類比 如果你就說趙飛燕是一個 聲名狼藉的淫爛女人 所以曹雪芹也是在諷刺林黛玉 可不可以這樣 絕無可能沒有任何人會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就奇怪咧 為什麼在《紅樓夢》裡面 你就這麼樣子的堅定的 不假思索的認定 這樣子的一個解釋是不對的 可是你卻一點都沒有警覺到 認為把這個薛寶釵類比於楊貴妃 也沒有任何的貶低跟諷刺的意味 為什麼對這個你就一點都沒有警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讀者真的是常常在雙重標準 常常在自己的成見裡面 去理解這些文本現象 但是這恐怕我們心態上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很明顯曹雪芹用趙飛燕 去跟林黛玉相比 主要是要取趙飛燕的哪一個形象特質 鮮瘦嘛 它為什麼叫飛燕 因為據說它可以在掌上跳舞 在座的男同學們 我給你們一個功課 請你任賢一個女同學 讓他在掌上跳舞 好不好 這樣子我就讓你A plus過關 好不好 願不願意 不可能嘛 所以他就算是受成紙片人 你恐怕還是要冒著 撕掉你的手臂的危險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裡面當然是有一種極端的想像 跟一種花式的作用 當然都是要來展現 中國傳統女性形象審美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極端的趨向 那這當然也是要來創造 林黛玉的一個典型很好用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不要把A的用法 就用到B上面去進行詮釋 這個是一個不負責任 而且其實真的是一點都不嚴格的行為 好啦 所以這個螃蟹 我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皮里春秋 就是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它出現在對螃蟹的諷刺上 而這個螃蟹造型 又跟甲環產生了連結 那這個是一種 但是薛寶釵也有皮里春秋的一面 可是那是不能夠一概而論 我剛剛講了一堆主要是在證明這一點 那什麼叫皮里春秋 這是來自於六朝的一個典故 叫楚包的一個文人就跟這個朝成 那他的特點就是說 在那個動盪的時代 真的遭不保戲 然後各式各樣的危險重生 然後真的在那樣一個權力鬥爭 然後朝代變革的一個劇烈情況之中 那麼人真的是要步步為營 那要如何明則保身呢 最好的一個方式就是 完全要記得或從口出 所以有太多凡俗的智慧 就是要提醒我們 怎麼樣在複雜的人間事裡面 能夠全生而退 最簡單也最庸俗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不關己事不張口 一問搖頭三不知 那是薛寶釵的個性 那不只如此 你們應該都聽過幾個諺語 現在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其中有一個事實上是 金瓶梅裡面有用到 他說逢人且說三分化 未可全拋一片心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到底是怎麼樣 你真的要注意 一個人不到關鍵時刻 你是不可能真正認識他的 那什麼叫關鍵時刻呢 就是利害相關 當沒有利害相關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很好囉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中間有三百塊 甚至三千塊 甚至三萬塊的利益的時候 很可能他的真面目才會顯露出來 可是在此之前你哪裡能夠看得出來 所以這個話就是太多太多的人生紀念之後 所濃縮出來的一個真言 那當然你們更熟悉的還包括什麼呢 就是什麼人心格度疲有沒有 然後什麼知人知面不知心 這種話我們都聽太多了 所以這個皮裡春秋就是楚包 他因此就是他外表不顯露任何個人的髒品 不表示對別人的評論 因為以免落人畫筆 以免被人添油加速 然後形成一個反過來撲殺自己的一個禍漢 但是這個人並不是相悅 這個人並不是沒有判斷力 他心裡面那麼如雪一般的明亮 那麼清清楚楚是是非非善惡所在 只是他不行諸於言語 那所以這個人就被皮他的人 給了一個評論就叫做皮裡春秋 那這個春秋你們就知道了 用的就是那個孔子做春秋的意思嘛 對不對 孔子做春秋那麼是亂成賊子劇 可是你知道春秋甚至被王安石 嘲笑為斷爛招暴 因為裡面都是斷斷不成片段 然後不完整的一些敘述 那問題就在於 一字之包容於滑滾 一字之扁那麼言語輔月 一個字很可能就是他對你非常嚴格的一個定論 所以他的關鍵是在這邊 那所以可想而知春秋本身就是要講褒貶 然後是要講善 要逞惡 然後是要維持世道人心 所以春秋本身就是是非的一個判斷 那所以把這個春秋放在皮裡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把評價放在皮下面別人看不到 但是他事實上是有很嚴謹的立場 是有非常清楚的判斷的 那就此而言 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個螃蟹蛹 所以我們寶釵就用了這樣的典故 就說明你這個蟹黃是藏在肚子裡外面看不到 那這當然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 那顯然在寶釵的這個螃蟹蛹裡面 他是把它用在負面上面 請注意因為他下面加了三個字 叫做空黑黃 懂嗎 用個空字就表示說 你這個春秋根本就是混亂的價值觀 自以為有是非 其實你的是非根本都是在自私自利的情況底下 那麼突脫空眼 突脫一種自欺欺人的一種表現 那所以這裡都是在諷刺那個螃蟹 所以這麼一來請大家就注意了 所以甲環這個人恐怕在他的人格形象上面 就必須跟這樣子的螃蟹連結在一起 而甲環這個人果然是不是也滿不堪的 對不對 我們馮熙鳳是不是批評他為什麼 下流種子嘛 有沒有養出這樣的黑心下流的種子 有沒有 怎麼自己安著壞心要往下流走 還只管怨人家偏心有沒有 就這種人他完全不懂得自我反省 只會怨天尤人 然後甚至不擇手段 甚至行不由盡 所以用所謂的那個眼前道路無經緯來批評他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確定的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些下面就很簡單了 來1098頁 1098頁第70回的這個風箏的造型 我們還是在看一下 那請各位回答一下 寶晴的風箏是什麼造型 大紅蝙蝠 請注意紅色是不是代表吉祥吉利有沒有 所以你們過了年是不是都拿了紅包 對不對 要分一杯羹 好 總而言之 紅色事實上千萬不要以為他是庸俗 沒那麼簡單 真的沒那麼簡單 尤其在紅樓夢裡面的那個色彩美學 我做過一點研究 現在還沒有行出一個課題 所以也不要告訴你們結論 但是紅色在紅樓夢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各種正面價值觀的體現 所以不要忘記 寶玉柱的地方叫以紅怨 那他是不是有愛紅的毛病 記得嗎 這是習人有提到 那所以還不只如此 紅色另外再加上別的顏色 又有不同的意義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所以這個紅色是非常正面的 對這位寶晴的一個烘托 是很正面的烘托 可是為什麼用蝙蝠呢 這個要跟各位澄清一下 我們現代人對蝙蝠好像很容易 有那個恐懼的心理 其實不是 蝙蝠是非常可愛的動物 你們要愛護牠知道嗎 那蝙蝠事實上是異蟲 所以你們不要只是因為牠的形狀 然後就自己投射很多邪惡的象徵 然後恐懼牠甚至殘害牠 這是不對的 萬物平等 好嗎 眾生平等 那我要說的就是何況 蝙蝠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牠事實上是一個正面的象徵 主要是取義於諧音 蝙蝠的符跟什麼 符器的符是同音 所以牠被視為吉祥物 牠是一個吉利的象徵 你們甚至不知道 在那個中國傳統的那個園林 有一些矮牆的設計 那牆面上為了通風 為了造型的美觀 牠們是不是會有一些中空的 那個小窗戶的設計 那那個小窗戶的形狀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是不是就是蝙蝠 那《紅樓夢》裡面 注意喔 在賈寶玉那麼精緻 有如迷宮一般的怡紅院裡面 牠是不是就是設計那個格 那個叫什麼 有點像百寶格那樣子的 好 那個設計 牠那些格子的形狀裡面 其中就有蝙蝠的造型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完全是正面的 那為什麼寶晴牠的是蝙蝠造型呢 我覺得從全書來看很明顯 幾乎應該沒有問題 這是在說明寶晴注意一下 第一個 牠是《紅樓夢》的金差裡面 所有的金差 注意喔 是人格各方面最完美的一個女性 牠事實上是真正的兼美 而且不只兼美應該是十全十美 不只兼兩個人的美 我有很多證據以後講到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牠性格各方面是最完美的 超過林黛玉 超過薛寶釵 超過史香雲 那這個是有證據我沒有再說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個 這樣的人 我們作者給了他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命運 所以他基本上 我們在前80回 幾乎沒有看到他任何的厄運的預告 對不對 所以他許嫁給梅翰林之子 那恐怕應該還是有完婚的 那這個應該也可以說 他大概就是這些金才們裡面 結局最幸福的一個 所以用個符字 我想是從一方面是人格 性格的特質 那麼再加上他人生的際遇 那麼其實是最完善的一個 我想用蝙蝠來理解 好 用這個角度來理解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一個就有爭議了 那就是薛寶釵的風箏造型是什麼 請注意那些數字都重要 是不是一連什麼 七支大燕 這個在哪裡 一連七支大燕是在 那麼1098頁的倒數第六了 倒數第六的下面 寶釵也很高興 寶釵很少玩得這麼開心的 只有一次鋪碟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到 大概是第二次就是這裡 他看大家放風箏也很高興 所以自己就派了丫頭 也去取了一個來 卻是一連七個大燕的 有沒有 就放風箏 那這個問題很多 我簡單說 就我所看到的相關研究 主流的說法是 可是那真的是很 我覺得實在是充滿天見 可是他已經是主流 他們認為是為什麼是七個大燕呢 因為他們說啊 燕這種動物是不是秋去春來 對不對 對吧 然後下面的推論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邏輯脈絡是什麼 他們很奇怪的就直接跳到說 這就是用來諷刺呢 薛寶釵他一年四季 都在努力做人討好別人做關係 我不知道為什麼燕會 跟這樣子的就扯上關係 可是這是比較常見的說法 那好不容易的 我看到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第二個 是我覺得比較客觀一點 首先他注意到七 那所以他先說七它是一個單數 好 這個單數呢就是不成雙 那當然你可以說 我們的數字裡面不成雙的不是只有七啊 對不對 當然沒有問題 你可以五個可以三個 那一個也可以算嘛 不過一個就沒什麼好講 所以三五七九 那為什麼他還是選七 來呈現出一種不成雙的一個狀況 這當然還可以進一步 我們可以再來做詮釋 不過這個我們先暫停在這裡 總而言之 我覺得至少這個推論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說他會暗示薛寶釵將來會守寡的命運 守寡就不成雙嘛 他暗示他的婚姻悲劇 那麼至於燕他做什麼解釋呢 他這個燕我覺得這個解釋比較好 就是說對 燕的一個生物特性是秋去春來對不對 那你們要注意 燕這種候鳥真的是非常辛苦 事實上我覺得最輕鬆已經大概是人類的啦 但是人類也有人類的辛苦嘛 可是不要忘記動物事實上 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而大自然是非常艱苦的 是非常嚴苛的 所以任何一個存活下來的動物 他們絕對各方面都是付出最大的努力 而且還得到老天給他的運氣 跟我們人類不一樣 人類不用靠運氣還是可以狗言殘存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社會制度 可是動物不是 所以呢 所以因為我每天都在看Animal Planet 所以知道很多很多的東西 你們知道嗎 有一種 對不起 我講一下 有一種候鳥 你們知道嗎 他們就是這樣子南來北返 科學家經過細放各種研究 已經考察出來 你們知道他們這樣子的一個 遷徙季節一趟要飛多長的路途嗎 三千里 你們知道嗎 那三千里人類大概就不行了 所以他們真的非常辛苦 而且你在中途如果中天摧昔力不濟 像李白說的 那你就只好就衰落下來 沒有任何同伴能救你的啦 所以他們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 掙扎求生 所以都是很值得尊敬的 所以我們要說的就是 因此古人事實上認識到這一點 他們要冒著風寒 冒著那樣的艱苦跋涉 那中間還有許多的這種威脅 這個都是一場非常嚴酷的生存考驗 那所以用這個燕字放在薛寶釵身上 那位學者他提到說 他覺得是用來呈現那個寶釵呢 他終究要像燕一樣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分離 所以我覺得用分離來理解這個燕也不錯 那這個燕的一方面就是跟故鄉分離嘛 二方面加上這個妻字不成雙 那也代表了夫妻的分離 然後從此不能夠這個恩愛夫妻 然後長鄉久遠 還記不記得他的那個登迷詩裡面 就是恩愛夫妻不到東 有沒有 那就是講到說 你看跟季節又連結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說法還滿符合 《紅樓夢》裡面其他的證據 所以就給你們做參考 好啦 總之 那這個就是在說明這個寶釵 他終究會守寡的命運 雖然是守活寡 好啦 那所以這樣說 我想比較客觀一點啦 不要老是帶著陳建去罵那些角色 我覺得這是最沒有意義的行為 因為你除了發洩自己的好物之外 對你跟對那個角色的認識 完全沒有任何真正的幫助 所以這是我希望 我們盡量用客觀來看的原因 請問一下 請問ふわ 請問你 請問一下 今天應該去吧 請問一下